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Secret Superstar 隐藏的大明星 由阿米尔汗监制并演出的这部电影 是由心中的小星星的导演阿瓦德相登指导 跟阿米尔汗一起演过 我的冠军女儿的赛伊拉沃西主演 如果你喜欢阿米尔汗的电影的话 那这部隐藏的大明星是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追梦的女孩、家人之间的温情 还有尖锐的社会议题 我必须说这部电影算是蛮打中我的 一个梦想成为大明星的女孩 以及她对母亲的感情 我非常喜欢他们两个坐在地上看电视的那个画面 感觉很温馨又很亲密的靠在一起 我自己会想起那些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跟妈妈最要好的那些回忆还有片段 而这对母女的感情更是隐藏的大明星 这个故事的剧情核心 隐藏的大明星算是相辅相成的双线剧情 除了主角网红的故事之外 就是母女一起要对抗家中的爸爸 所以一面看着主角天生一副好歌喉 就是要当明星 另外一边也要看着母女之间 为了彼此做了多少的努力和付出 对我来讲这两条故事线都有一点过分的通俗而简单 没有往更里面走去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让故事就停留在一个我们知道的状态之下 不过还是该感人的时候感人 该可爱的时候可爱 该大笑的时候也能让人开心的笑出来 隐藏的大明星把印度女性在家中不平等的地位 毫不掩饰相当不堪的表现出来 印度的良心阿米尔汉算是相当用力的在这部电影中 抨击这件事情 关于女性定位的社会问题 就如同上半年在台湾破议票房的我的冠军女儿一样 电影里面能讲到这些社会议题是加分的 但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人觉得太多了 在看这部电影的有些时候真的会觉得够了 故事的重点有一点偏调了 有点离题了 主角算是一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女孩子 个性强硬 不轻易妥协 还爱对身边的人发脾气 也很爱一生气就做出一些不可挽回的事情 其实跟她爸爸还蛮像的 但是也就是这样子的个性 一个很敢的女孩子 出现了勇敢去挑战现状这个主题 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去实现不可能的梦想 绝对不是只是把影片上传到YouTube这么简单 还需要这个主角非常多的勇气 妈妈的角色则是一个完美的天使 非常的讨人喜欢 而每一次我看着爸爸在使坏的时候 我都觉得有点平板 就都是一个样子 一直期待她在后面有机会 让人看到不一样的一面 到最后应该算是有吧 弟弟很可爱 虽然做了一件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 在这个家庭中 她算是一个非常无辜的角色 主角的同学清坦 则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让我接受的工具人 真的是太糟糕了 这么小就在当工具人 太残忍了 而且完全就是为了服务剧情上的需要 阿米尔汗饰演一个被大众抵制的明星 相当自大自恋的一个角色 挺有趣的 但好像他演这种负面的喜剧人物 还是让人觉得哪里怪怪的感觉 这是一个主角想要在大家面前唱歌 当明星的一个电影 所以音乐这件事情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而他也非常成功的推动了剧情的发展 没有突如其来的印度歌舞 只有把我们这些情绪带起来的 非常动听的歌曲 这部电影我觉得非常适合给 想要勇敢去追梦的朋友 或者是你想要一部温馨立志感人的 印度电影的话 也会非常的适合你 隐藏的大明星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内容 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 并且把它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 并且找找你的订阅牛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的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Robi频道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影片见了 拜拜